洛杉矶乔教中心日前举办2016年 乔营台湾美食餐厅联合行销活动 向南加州的民众宣传台湾饮食文化的同时 也鼓励大家到台湾观光旅游体验台湾 活动当天主办方还准备了各种的招牌菜式 让到场的民众和媒体品尝 洛杉矶华侨文教服务中心的主任翁桂堂 当天肯定了南加州台湾美食业者的努力 并且希望社区民众能够借着这个机会 品尝真正的台湾美食 进一步了解台湾文化 根据介绍市民只要挤满两家 参与乔营台湾美食活动餐厅的标章 就能够到乔教中心兑换限量马克杯 参与这次活动的餐厅 包括有印第安啤酒屋 小鹿子青州 玉塑坊和永和豆浆等等14家的业者